大會主席卓董事長 林理事長 評審會召集人 陳召集人 跟股校長 各位評審委員 上癮公司的各位董事 各位先進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午安 很抱歉 因為沒辦法像卓董事長 這麼好的記憶力 所以就容許我拿起小抄 記得兩年半前 曾經獲得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試獎項 和上台致指使 曾經提到 這應該是自己有生之年 所能夠拿到的最高榮譽 現在呢 似曾相似的情境 卻更超出自己想像的驚喜 不禁再度萌生同樣的感覺 今天獲得這個獎項呢 心裡感到非常榮幸 也非常惶恐 之所以非常榮幸呢 是因為自己很清楚 這應該是自己有生之年 指導學生 所能夠拿到的最高榮譽 那之所以非常惶恐呢 是因為自己也很清楚 在座的很多先進 都比我更有資格拿到這個獎項 凡事總有第一次 但是今年上癮壽事論文的金子獎呢 非常特別 直接締造出三個第一次的紀錄 如同剛剛 左董事長跟陳招吉仁所說 第一次呢 由技職體系獲得 也是第一次由市立大學拿到金子獎 那更是第一次由外企研究生獲得 所以顯得呢 非常的特別 也特別有意義 在此我們深切的感恩上癮公司 提供這麼優良的競賽機會 給全國各機界所的師生們 搭建起這個能夠表現產學合作成效的舞台 使研究主題呢 能夠更推進工業界實際應用的範疇 那我們也誠摯地感佩 周永才董事長 秉持取之社會 用之以社會的理念 歷年來在教育投資及社會關懷方面 都展現出無私的回饋跟大愛 另外我們也衷心地感謝評審團 營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賽氛圍 跟評比的原則 不但贏得大家的認同 也創造出更多的正面效果 例如呢 讓技職學校的師生們看到 只要肯努力 一樣有獲得金子獎的可能 朱孝葉教授跟本人很榮幸能夠指導 來自邦交國貝里斯的摩根同學 能夠獲得金子獎的殊榮 相信這也是外交部 國務會所樂意看到的成果 同時也顯示出上癮機械壽視論文獎的 更多的外譯效應 那這也證明我們昆山科技大學在 外籍生的人才培育呢 已經也成功發展出國際合作的成效跟範例 所以本校所有師生都感到已有榮焉 這個獎項呢 將促使我們更加努力以回報評審委員的厚愛 也期盼能夠為我們的產業界 這個社會 整個國家在盡點綿薄之力 那感謝所有評審委員的青睞 也感恩這一生曾經照顧過我 幫助過我的所有長輩跟好友們 最後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以會貴賓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周教授的祝福 而且周教授的句子真的是非常的謙虛